最近國民黨開始發廣告說 民進黨這邊在阻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有提出副議 那副議要經過表決之後 才可以交到委員會去審查 因為哪一天交下去是關重要 交下去如果輪到那一個黨的招委員 在排案審查的時候 將來案子就會由那一個招委來主審 就以這個會期來講 陳其邁跟張慶忠委員 誰可以主審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呢 就當交下去的立法院院會表決 這個副議案 然後交下委員會的時候 哪一個禮拜的招委是哪一黨 就會由哪一黨來主審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兩黨都在算 所以民進黨的副議案 因為我們表決會輸國民黨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院會是多數 但是國民黨他每次要等到 他的招委能夠來主審的時候 他才要表決 所以他一個禮拜自己打 那另外那個禮拜要輪到他們的時候 就換民進黨想辦法來打 所以我們會提出很多的表決案 我們是用表決案的時間 要提出八百多個表決案 在立法院一個案領表決 再加上重複表決大概約要三分多鐘 所以如果八百多個案子的話 估算起來一天兩天都沒有辦法表決完 是用這樣的意思程序冗長 讓國民黨沒有辦法達到他把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透過這個表決之後交到委員會 由張慶忠排案主審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大家看到很方便的就是 國民黨自己在黨的那一個禮拜 他不敢講話 等到民進黨在黨的那個禮拜 他就開始批評民進黨說為什麼在黨議案 在黨這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交下去 其實說穿了兩個黨都在黨 只是國民黨因為他人數多 所以他對他有利的那一個禮拜 他想要交下去的時候他就會批評別人 那對他不利的那一個禮拜 他就不敢講也不敢提這個案子 這一點要跟所有的觀眾報告清楚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事 那他們組黨的方式跟民進黨組黨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好像一個是提副議案 他們程序人會人多 所以等到如果排下去會是國民進黨組繩的那一個禮拜 的程序委員會 他在程序委員會裡面就把這個 複議案的表決案擋掉 讓這個立法院的院會裡面根本就沒有複議案的表決案 那等到他們自己可以組繩那個禮拜 他就會把這個複議案的表決案排進這個院會 希望能夠到院會來表決 那民黨只好到院會的時候想辦法來整黨 所以黨的方式不同 但是其實是兩黨都在黨 這個國民黨不要再騙人了 如果你瞭解民進黨立法院的議事規則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這樣做 那關於今天的 今天還有一個爭議是關於條文 第一 因為現在立法院已經 這個自禁區已經進入逐條審查 在逐條審查的時候 過去從來沒有還可以再邀請 把縣市長或是其他的人要來這個地方備詢等等 這是違反議事規則 其實如果他要讓自禁區的內容 讓大家更了解更清楚 我們很樂意他加開公聽會 讓大家來表達清楚 可是黃昭順招委主持議事最過分的地方就是 他限制發言的登記時間 限制發言的次數 也限制發言的長度 他現在又用一個登記的截止時間給你 然後在那個登記截止前你才能登記 之後你就不能登記了 然後每一個人只能發言一次 他要發言三分鐘 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逐條審議依照這個議事規則第31條 在於這個質詢跟在答辯的時候 如果認為還有疑議的話 是不限次數的 立法院過去審法案在逐條討論的時候 從來沒有做發言次數的限制 也沒有做時間的限制 更沒有發言登記 所以黃昭順這樣主持扭曲議事規則 以他的主觀議員要主持議事 最主要的目的他就是要趕快 把這個東西弄出委員會 將來要強度關山 要在院會表決就要通過 可是我們認為這個姿勢體大 事關重要 所以我們要求要逐條逐項嚴格審議 我們不能夠接受他這樣扭曲議事規則 的主持議事辦法 所以民進黨跟台聯 一再的要求他要照議事規則來主持議事 最主要的真點就是 在逐條討論的時候 真的不能夠去限制發言的次數 跟發言的時間 也不能夠有截止登記這樣的制度 這個黃昭順所創設的制度 如果讓他這樣子可以窟窿過關的話 將來立法院審查法案在逐條審查 會有五年日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他回來 議事規則審查 照議事規則審查 逐條討論讓大家充分發言 你有什麼好怕的 發言的內容到底對不對 也是要供社會大眾來公平啊 那發言的內容到底有沒有道理 也是要接受社會大眾來公平 如果要這樣阿拔的主持議事的話 只是利用人數的多數要強行過關 這樣子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你看在開會的過程中 在野黨的立委都充分的在這個地方在主張 國民黨立委都跑到不見人影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提出上衛東議 這個是要逼國民黨委員回來開會 他們既然這麼重視的話 就應該要回來開會啊 而不要開會的時候 全部都跑得不見人影 這個是愧對選擇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